三月底履新的聖保羅喬教中心主任 詹前校 接受三好學習中心 全體教職員及學生的邀請 到三好學習中心來參訪 那麼詹前校除了參觀學校的設備 和觀摩教學狀況 也參加了四月份 老師學生慶生會 場面熱鬧問行 在官兵如喬務諮詢委員陪同下 新任聖保羅喬教中心主任詹前校 已抵達三好學習中心 就受到老師學生列隊鼓掌歡迎 校長羅蘭芳也親自接待 一行人先參觀學校采用 喬委會教材的教學情況 以及學生們的作品 當年剛好是平日個別班 學生接受老師一對一的指導 學習中文 讓詹主任印象深刻 那在現場教學情況的觀察過程中 他們大部分都是採取一對一的教學 那我個人認為一對一的教學方式 對於老師和學生來說 是可以有最好的一個學習效果 那也希望日後如果三好學習中心 有在華語文推動教學上面 有任何需要喬務委員會 聖保羅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幫忙的地方 也可以盡量跟我們中心來說 那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 來做相關的配合和協助 成立兩年多的三好學習中心 開設了中文班 普文班 美勞班 以及國畫班 並聘請喬界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 授課 週一到五是個別班 週末團體班 在中文教學方面 也都採用喬委會正體字教材 發揚傳統中華文化 那麼我們三好學習中心成立到現在 已經有兩年多 那我們的課程最主要是中文的輔導 而且我們是個別班的輔導比較多 那我們是推廣台灣的喬委會的書籍 我們都用台灣喬委會的書 在指導正體字 能夠成立一個語文中心 像三好這樣子很不容易 羅老師一直很努力的找老師找學生 今天看他的老師的資質都很不錯很棒 那學生學的也很有心 心得 三主任也參加了四月份老師學生慶生會 大家一起唱生日快樂歌 並且由三主任和壽西們 一同切下蛋糕 場面溫馨熱鬧 大家一起享用家長精心準備的餐點 一邊畫家常 三主任也藉機了解 食生需要協助的地方 並承諾中心會全力支持 臺文官電視廖士秉 巴西聖保羅採訪報導